早上我們剛剛跟臺灣教師聯盟在教育部門前開了一個記者會 也是勞動大家 我們主要同樣的訴求 那麼剛剛曉峰教授提了一些故事 我也提了一點不是故事的事實 我們大家注意到香港變成中國的特區之後沒有多少年 他的五十年不變已經完全都變了 那麼教科書也是開始改的一部分 從去年一個十幾歲的中學生發起了反洗腦運動 那麼號召了幾十萬人上街抗議 那麼今年果然他們就從小學教科書 加了一個什麼東西 臺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他們已經開始在洗香港人的腦 就是說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那麼如果是他的的話 他不用時時講 刻刻講 為什麼 歷史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知道事實 如果忘記這個事實的話可以隨便人家說 那你自己是哪一國人你都搞不清楚 這是比較嚴重的 那麼我們很奇怪的這個政府啊 每一次都要利用所謂的讀者投書 以前是有一個姓郝的讀者投書 這一次是一個姓張的 然後為什麼這個讀者投書還會引起社論這麼大的評論 這顯然背後是有一個很大的陰謀動機在裡頭 那我比較注意看到的是教育部課綱審查委員會的召集人 中原院進史所的所長 黃克武先生 黃克武教授 所提到的他說 日志是日據這個用詞是 學界經歷十幾年的 討論之後 提出的中性用法 馬總統跟教育部不要被其他的黑手來干預 我們相信 張亞中只是一個代表性的 這個兩岸統合會的這個 這個 商人運作 背後一定還有一個更大的黑勢力在運作 我實在是不敢奢望台灣的社會能夠像香港一樣 引起幾十萬人上街遊行反洗腦 但是大家還是要千萬謹慎千萬小心 謝謝大家 我們說知道 張之中 他們家背後的一頂人 來配合這個 馬英九 張亞中 不好意思 幾頂人來配合這個 馬英九的 向中國這九二公司 一步路一直走下去 一直向中國傾斜 我們說知道 台灣的歷史 事實上 有於我們的這個拖堆頂頭 看出來 不管是我們北部十三行 的這個文化 在我們 淡水百里這邊 甚至我們的 佐證文化 一直到台東的 北南部 北南部 他都有超級幾千年 我還說有去研究 十三行的這些歷史 事實上已經超級一千八百年 所以 我們的賢民在這個拖堆 不管是階級的 民伯祭 就是我們開他格蘭 在這個 階級的留意的活動 甚至所有的這個拖堆頂頭 在清調 這個 空氣風態 會辦佈的 這個法令頂頭 可以說 當時 只有一時 羅安卡可以來台灣 我們根本就是 他們嫁來之後 跟我們這個拖堆頂頭的 流行結合 所以我們的 合同裡面 根據 李馬力教授會說 我們差不多純粹17% 所以這個 本國文化也好 還是說認好一個 沒有跟土地結合的文化 這是非常非常 好笑的事情 我們知道 在中國 上頭 原條 原條 蒙古人 正好中國 但是 在正宿上頭 他給自己完宿 清條 本身也沒有人 正好中國 他也給自己清宿 如果在我們台灣 一定要說 日據 台據 甚至合據 日治 日治 核治 在這裡 根本無聊 非常非常 浪費 這個社會主義 我們要尊重社會 尊重 客氣理事 理事 是我們 我們生活 我們的祖先 所以老來的一部分 我們是 沒有管理 沒有人 去 摸壞掉 就對了 所以在這裡 我鄭重的服務 台灣所有人 應該了解 要站出來 了解 台灣的律師 我們要尊重 跟中國律師 但是有所區別 我記得 前年 這個 中國的社會 余副處長 余副部長 他來台灣的時候 在這個 清華酒店 十四樓 我跟幾個學者 在那邊 拜余副部長 余副部長 余副部長 我說 你們 自從 這個 這個 甘蔽利益 了 我請問 你們中國人 了解你們中國的事實 了解你們文化多少 你們國文化 他全不願意 我說我是真正 漢文的人 我現在是兩個 台灣最大的 市場 副市場 我跟他說 我可以認識 我可以寫漢師 但是你能寫嗎 我拿出來 我看來 他走一個就對了 不要送他 錄音台給他 所以我說 你們回去 不管是黃河樓 或是階級 所有的 中國的 民生估計所在 你們根本就沒有了解 自己的老伯一個人 就看不見了 先別說你記得不是 我說你們這個 自由是向台灣 我們台灣的保存得很好 台灣的無人 因為比台灣無人一部分 他要 真同意 後來這個 鴻文台 派很多高雄來跟我們交流 交流 所以這個事情 我就說 文化 屬實 當然我們尊重計劃 我們的祖先 一部分的 含義文化 但是我們也要尊重 這個土地上的文化 因為我們已經 改靠我們 彼得我們的文化 尊重的一部分 這個我們要 給他們尊重 本國書和法國書 在這裡 應該要有一個區別 在這裡 保佑 大家要繼續來享用 謝謝 教育是追求真理 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求真理 所以 這個 所以我們就是要把真理 把它列出來 來教育我們的這個孩子 這個是這麼簡單 但是他被犯政治化 包括 我們看到最近揭露的訊息 張亞中 是兩樣統合學會的理事長 他的秘書長 成立了三家出版社 然後來編這個教科書 然後呢 把這個台灣史做扭曲 我想 日誌日據就很清楚 有一個主體性 就是說 你是中國的才會是日據 就這麼簡單 好 但是呢 我們看到他被 這個犯政治化的結果是說 不管是剛剛小楓老師所講的 你若是 跟主張台灣人 他就說你是不是被日本黃明化 或者是說 他就說這是政治性的這個 政治性的關係 什麼 這個王作臺 主祕說 如果連台獨都可以講了 為什麼不能講日據 就荒謬自己 這樣的人 做教育部的主祕 我們還原他當初所說的 那 所以 我想 日誌日據這個已經非常清楚 教育是為了追求真理 我們就是把他還原真相而已 而不應該是還原真相的事情都叫做去中國化 過去 像我讀書的時候 我們當初哪有台灣史 洩漏年紀 我們念書的時候沒有 那麼還是長江 這個 這個從哪裡起源 黃河從哪裡起源 從哪裡入海 所以 一直到 我來到台北讀書的時候 才知道什麼是台灣書 是從書面的四百年書開始看 跟大家抱歉 而且那時候 在讀書會還是要偷偷的讀 做一個台灣人 沒尊嚴 跟什麼是台灣的 所以我想說 只是還原真相 只是追求真理 不應該被犯政治化的這個 掛於任何的一個措辭 這是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12年國教爭議已經有夠多了 我們希望未來在克剛的處理上面的時候 能夠本於事實 還原真相 這是追求真理而已 這一個 另外這邊我提供大家一些數字跟最近的一些擔心 我想 歷史的部分在座有很多專業 首先是這個 真相 在我們去年審議預算的時候 文化部的文化交流預算從2億5706萬增加 暴增到5億2438萬 其中的國際交流預算 佔了3億8882萬 但是大家要知道跟中國交流的部分 以前只有2561萬 現在是1億 3455萬 他暴增了429% 多了差不多4.3倍 跟中國的交流 那現在在服務貿易協定過了以後 就是一般的這個美髮師 大家在開港 他說台灣人 如果用武力對付他 很壞 所以呢要用買的 服務貿易協定是用買的 同樣的來到這裡 除了說 就李應外合他用買的一頭 紫色很多 包括 我現在不是立委沒有言論免責 那個 用買的是紫色很多 所有整個談判的過程當中 這一個 第二個事情是說 我們看到李應外合裡面 看到預算這樣的暴增 就說 我們常講說 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美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日本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我是這樣子來看 這個 這個豐富的台灣文化跟 同樣是台灣史 可能會有跟這些國家交會的地方 但是 但是 應不應該這樣子獨厚這個中國部分 為什麼我們包括在 交流 文化交流的部分 在整個 客人客綱的處理上面 都這麼的中國化 這個是我們非常擔憂的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下一代會不知道 到底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 所以像這個前鎮 前幾天那個葉偉 葉偉廷講說他從這個 中國台北屏東區來 像這樣誇張的事情就會一直發生 所以為了 自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今天台灣社社長 這個 前國事館館長張老師 開這樣的一個記者會 鄭重的跟大家呼籲 除了台灣人用不好管 從以前就這樣說 所以用武力來 很難處理 所以用買 再來就是什麼 有文化滲透 所以我們看到剛剛其實我要講是說包括兩岸統合協會 包括這個這三家出版社 所謂北一 客義 跟實際 後面的資金狀況 我們以前只有國立編譯館一種 如果只有國立編譯館一種的時候我們透過國會透過這個 立法監督可能還有辦法 他現在是用商業的 所以用這樣處理 一後面賺錢 一後面把我們打開 所以 這麼嚴重的東西 今天有記者會來把這個事情揭露 大家一定要引為警惕 而且要緊緊的守住 一定要緊緊的守住 而且要 互相一直通訊息 就像說 這個 很多的公民運動 其實透過現在的一個 聯絡網絡 讓大家知道 日去日治就是因為主體的不同 好 而有這樣的一個 的不同 那麼 教育是為了追求真理 他是要這個 做追求真理的這個用途的 不是用來幫政治服務的 當政治服務的時代過去了 馬政府趕快醒過來 教育不是為政治做服務的 好 以上謝謝